新加坡慈青线上客服从今年5月份开跑 因防疫限制只能隔着屏幕进行 在防疫规范放宽后 慈青哥哥姐姐终于能亲自上门和孩子们会面了 知道他就是比较还蛮开朗的 也是很活泼的一个学生 把活动从线上搬到线下 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又听到了孩子这几个月来的进步 她增加了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她有很好的印象 今天是第一天我看到团队和教授 我可以看到他们充满爱 就读那样理工大学一年级的蔡永乐 在与小朋友的互动中 更坚定了她将来想要投身教育的初心 Alicia她阿嬷跟我们分享说 她认为Alicia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孩子 可是她就是欠缺了那一种 她所需要的那些资源 然后这就让我想说 那我一开始我为什么想要答一名教授 我就是希望可以教育我的学生 让他们的潜质得以发挥 她再次提醒了我 我现在为什么在做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一段段通过科技牵起的缘 都化成了疫情期间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在新闻新加坡综合报导 人生路有你的祝福 没有过不去的苦 除了一些人 我现在也没有过来领导 这样是否就有什么 我现在已经看了 我会不会让你